紅斑馬閃著雙黃燈 僅靠路邊緩慢行駛 往前看有兩位民眾推著機車走 原來他們因為誤闖國道 被遠景沿路護送 先來聽斷警方的最新說明 普通重型機車誤闖國道 立即前往南平機場 後南平於舒奧服務區 該名機車騎士為81年次 許姓男子 因導航衛星設定錯誤 導致屋上高速公路 事發就在5號上午11點 有兩位民眾 騎著一部租來的機車 原本要到花蓮玩 因為路不熟 就開啟了手機的導航系統 跟著指示往前騎 不過越騎越覺得不對勁 等到發現時 就已經騎上了 宜蘭的國道5號高速公路 因為周邊的車速相當快 高速公路警察獲報後 在機車後面沿路護送 兩人才平安抵達 蘇澳服務區交流道 雖然民眾是因為導航設定錯誤 才會誤闖國道 不過警方還是會依法開單 其實恐怕被開罰 3000到6000元的罰單 1933 2014 香港 大家都 10 7 感谢观看